我觉得这是我听过最荒谬 我再看一次 这些人是我看过最荒谬的一个 好 我讲话让小芳姐来补充 因为这些人真是我看过 最荒谬的一个反对 人家都打到家门口来了 我们还不可以布雷 这是什么玩意儿 我们可以选择 我也希望在墾丁沙滩 种椰子树 谁想要布地雷 对不对 其实老共打来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真的是 踩到中国的底线 才会动员这么大的力量来反对 来小芳姐补充 今天联合报 然后还有今天的中国时报 已经连续两天 我看到你这边是连续两天 头版 那今天是在内版 全部都是全版的 然后引用了非常多 所谓政学界 那各方的说法 这真的打到七寸 真的是 那我想请问 我就问你吴思怀 吴思怀总是军人出身吧 有一个东西叫做 陆军工兵半年刊第156期 各位请看 这个上面呢 它有人工布雷跟机器布雷 那它的一个比较表 各位你可以看 这个比较表上面 清清楚楚 人工布雷跟机器布雷的差别 那这个火山布雷系统 就是机器布雷 那人工布雷就是过去 就是吴思怀那个年代 蓝波的时候 蓝波越战 那个年代的时候的那个布雷 你 这个是我们已出版的东西 这个是两位立委 你随时可以找到的资料 这个是你研究室里面所有研究员可以帮你找到资料 你们简直是睁眼说瞎话 要么就睁眼说瞎话 要么就是这两位委员实在是无知 这边你唾手可得的资料 你为什么无法理解 我再一次提供给你们看 这么简单的资料 连机器布雷只要43秒 人工布雷要花3.95天才能布一个雷 人家都可以告诉你 你为什么这两位立法委员竟然不知道 还是你们不识字无知 所以我觉得刚才其实实际讲得很好 这个一系列的认知作战 不只是报纸 纸媒 我甚至于看到了到目前为止 包括网媒 包括电视媒体 到昨天下午的政论节目 还在讨论这个 还在告诉我们说 这个会获言子孙 这个会让台湾变成地雷岛 这一些人 现在我觉得脑子很好用 不要跟他们一样 你这个是确保台湾的安全 然后刚才讲到沃泰华 对不对 沃泰华 中国根本没签 你为什么要规定台湾 你为什么不去规定中国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这一些的媒体 这一些的政治人物 国民党的人告诉你 什么东西 他们很在意 那你就特别注意 这个东西是保卫台湾 最重要的东西 对 其实坦白讲 我算是蛮常看军事新闻的 我一开始也没有注意到 要买火山布雷尖 我真的布雷车 我真的没有注意到 因为它不是太尖端的武器 我坦白讲 可是当他们铺天盖地的反对 我觉得国军买对了 我们支持国军买火山布雷车 好不好 多买几台 北中南东 全部都买好不好 买个一百台 摆在台湾 布满地雷 吓死你老公 竟然问一下我 吓死你老公嘛 抢摊是最血腥的嘛 最后一里路嘛 让你全部炸死在沙滩上 帮你们这个 买起来